不演跟自己实际年龄反差大的角色呢 对于她们的演技来说是一种挑战 同时呢也会引发观众的讨论 是啊 自从这个刘晓庆挑战了 17岁的少女武则今天开始 每当女星尝试一些比较年轻的角色 大家就会惯以装嫩的名号 最近已经做了妈妈的演员李小璐呢 也面临了这样的困扰 我现在还是演 大学生 就在你出 然后你当了妈妈之后 在剑演这样的角色 会不会有一些压力 先老吗 我觉得还好 从这句反问中能够看出 对自己的外貌李小璐可是相当自信 在她主演的新片《时光恋人》中 已经32岁的李小璐 饰演了一名90后大学生 虽然这跨度稍微有点大 可在影视作品中 常扮演小年轻的李小璐 显然没什么压力 还打算将扮嫩进行到底 是会担心 观众说你扮嫩 其实也不担心 嫩就是嫩嘛 好的演员 但是可以有画度表演 对 同时只要能演 就是哪怕是六岁到六十岁 我都愿意去演 也难怪 别看李小璐三十多了 还是孩子妈妈 可皮肤保养的却相当不错 完全可以和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相比 而李小璐在微博中发半嫩的可爱照 也是常有的事 我还是挺愿意把我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 一拿出来就一目凉凉 你们的问题就不会问我 我也认为我